祝位法师 祝位大德 祝位同修 今天是09年的初期 规矩的时候 我是向大家拜个早年 谢谢大家 请坐 非常地欢喜 欢喜在年届当中 我们有这个机会 团与团聚 这是我们李总录 到台湾来看 提到今天的活动 而且还给我安排着讲演 我告诉总务 我说年岁大了 要退休了 这个我们老祖宗常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个后太重要 后是集成 家庭能够集成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有这种集成人 这个家庭是世世代代 兴旺 那我们传统文化也如是 也是世代代都有传人 所以我说现在 这个蔡老师 胡老师 这个钟老师 他们学得不错 也讲得很好 甚至已经超过我了 所以我非常欢喜 我就答应了 总务 我说我会来参加 跟大家过个小年 过个年 但是我不必找我去讲 我说你听听他们 他们我虽然没有当场听过 我看过他们的光点 我内心里面很佩服 我非常欢喜 我们传统文化的后继有人 我们的佛法的后继也有人 这个是比什么都殊胜 比什么都欢喜 那么今天 趁这件事情 我向诸位分享的 是我们怎样应付当前的社会 佛门里面常讲 随缘 随缘要妙用 大家都随缘吗 问题是菩萨随缘 妙用 我们随缘都用错 你比如说 随善语 顺境善语 我们就起了贪心 就错了 随秘境 卧缘 我们就起了怨恨 这不错了 怎样才叫妙用呢 顺境 善语 逆境 过远 都能够用平常心 平是平等 常就是不必 也就是说 你能够在境界当中 不起先 不懂力 不分别 不执着 那就跟菩萨没有两样 菩萨随缘 他就有这种本事 我们随缘会动心 动心就造业 造业 这就免不了 善悟 两对 善业 敢三善道的果报 悟业 就敢三悟道的果报 不管你敢什么样的果报 一度出不了 留到楼回 这就错了 这就不妙了 你看看 佛菩萨 他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他如如不动 从来没有 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上 却没有 哪来的分别之主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应该学习的 可是学菩萨了 不容易 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 第一次学佛刚刚接受佛法 还不到两个月 我有这么一个缘分 一个朋友临着我去见张家大使 这是出家人 我第一个见出家人 是见张家大使 他老人家就叫我 看目方向 当时听到 好像是懂得设计上 距离这个里头的含义 那是相当相当的遥远 不过我很听话 对老师非常尊敬 那么这一点成就就靠着 没有别 就靠尊死忠道 把老师的话牢牢记住 一生不违背 我学佛 今年69年了 不是弘法 是学佛69年了 我学了七年出家 出家就讲经教学 这个我出家的英年 是张家大使替我选择的 我接受了 他劝我出家 而且教导 要学摄迦摩尼佛 所以他教我第一本看的书 是摄迦普 摄迦方志 这是大三经里面的 他告诉我 学佛 首先认识摄迦摩尼佛 你对摄迦摩尼佛不认识 那你怎么能够学它 所以这样的开始 这样的引导 实在是稀有难逢 我遇到了 遇到了 我完全接受了 我才看到摄迦摩尼佛 我一生的行义 我明白了 他十九岁 离开了王公 大家都知道 他对父亲是贡王 他也不出家地继承王位 他能够学习王位 出去求学 我们封门叫参学 出去参学 这个参学 参是什么意思 参是不用心意识的 叫做参 去学习 你看我们现在学习 以研究 研究是用心意识 我要用心的 我要记住 我要分别的 我要执着 这叫研究 研究是世界方 不是出世界方 出世界方 叫参究 你借出 你去学习 不用心意识 这什么叫心意识的 心 是落印象 阿赖也 落印象 这些心 识是分别 第六意识的分别 第七识的执重 密心意识 叫参 这参究 参究 也就是说 你六根 借出六成心境 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不用阿赖 不分别 不用意识 不执着 不用摩托 这叫参究 参究 参究会开悟 会明心 见性 研究 不行 研究 完全用 心意识 心意识 如果用得好 用得完全正确 那这个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呢 佛在经典上教导 理论 搞清楚 方法 明白 一教奉行 完全照做 做得很像佛福尚 但是它不是真的 所以天台大师讲 相似即佛 跟佛福尚样子很像 那不是真的 那真假是什么 真假是用心不一样 它还是用心的事 准事成智 那就是真的 那就超越十法界了 所以超越十法界 才算是真的 真佛 没有超越十法界 你看十法界 六道 上面 有身文 有圆觉 有菩萨 有佛 那个佛是相似即佛 不是真的 那是不用心意识 这就是真的 那是真佛 在华严经上讲 原教 粗诸已上 所以天台大师讲 分正即佛 虽然它还没有正的圆满 未到究竟圆满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 那是正佛 所以我们在中国 你看禅宗 大车大物 明显年轻 是属于这个经济 教下里面 大开原景 静宗法门里面 念到 礼仪心不乱 那就是这 这样的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生十道 专业图 所以 刚才 这个同学们 也都提出这种分享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 生极乐世界 那就一定要以 射暴土 为我们的目标 那 那怎样 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六根 接触六成 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就达到了 所以要学这个本思 所以在顺境里面 这个环境好 样样顺心 样样顺心 这个人私环境 遇到都是善人 都是好人 这个好啊 你非常欢喜 如果在这个境界里面 你有贪念 那你就错了 那什么 你不是正常智慧 是正常贪嗔痴 是正常烦恼 就错了 所以 圣经里面 我们修什么 我们修的是 断叹 断叹念 没有贪念这个念头 一切是语言 这就好了 提升自己的境界 逆境里面 环境不好 这个 还有就是 人 遇到的人呢 都是找麻烦的 冤亲 债夫 都来找麻烦 都来想尽方法 障碍 回报你 无辱你 陷害你 这时候怎么办 一般人就怨恨 怨天诱人 那你就错了 你就错用了心了 你也是往下动 那 逆境怎么样帮助提升呢 学 释迦帮你 做人入仙人 你看看 他遇到歌力王 各界身体 他是什么样的心态 给我们表演到 灵力尽致 歌力王 各界身体 人入仙人 一丝毫 怨恨心都没有 我但没有怨恨心 还敢记得心 逆境说 他是来 对我来考试 看看我忍如 波罗蜜的功夫 怎么样啊 这忍如波罗蜜的功夫 考试及格了 忍如仙人 提升 提升什么 提升提前成佛 经典上记载说 世尊本来是 贤界第五尊佛了 第四尊是 弥勒菩萨 应该弥勒菩萨 先成佛 他后成佛 结果是 这个忍如 百分之百地 达到圆满 他提升到 先成佛 这是第四尊佛 弥勒菩萨 在后面 所以他对于 格力王说 不但我没有 一点点怨恨 我将来成佛 同一个 这个就是用的真 这叫妙用 因此 修行在哪里呢 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 修行在日常工作当中 修行在日常处事带人救 这个范围很广 不但是人与人之间 你只要会用 无论什么境界 都是提升自己 如果说你自己度了 不用怪别人 怪自己 你为什么着想 你为什么会生烦恼 人家在境界当中 都生智慧 无论是逆境 顺境 善缘 物缘 统统生智慧 这妙用啊 为什么我们在顺境 逆境里面 读起贪嗔事 那就错了 这个责任要自己负 不可以怨天忧人 怨天忧人是罪以家一等 人不相关嘛 你自己自己在那里 错用了心嘛 你怎么可以怪人呢 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懂 我们这个修学的时候 才真正能上回道 才能够走向菩提大道 成佛之道啊 那么接罪 那些造成罪业的人 跟我接不接罪 不接罪 我还敢跟他 哪有罪 接罪在哪里 接罪在众生 你想我们看 米勒索文经 也就是 发起屠杀书圣经 你里面看 里面公案 你就晓得 两个法师 讲经讲得很好 其余有几个法师 有基督性 激烈破坏 造谣生寺 让这个听众统统统都离开了 法师就发挥 也解散了 发挥 法师 要若无其事 亲近平等 跟他不接罪 接罪是呢 他把法人断掉 要给那些众生 接罪 这个众生 文法的机会 你把它断掉了 这个最终 那我们很清楚 很明了 他将来 还是要 受赞同的国报 所以 我们时时刻刻 无论是 中间念佛 做任何功德 我们都要回向他 希望他在卧道里 减少痛 希望他在卧道里面 能够忏悟 他一忏悟 马上就离开了 这是说 生怜悯心 生慈悲心 没有一丝好怨恨 这叫修行 行就是行为 其心动念 严有造作 所以 修行 无时无处 不是道场 一切识一切处 一切经营当中 都是修行的好道场 都是提升自己 对自己 由本利而无一害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我们才能够步步踏在 不提到 不会走错路 不会误入其处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特别是我们要求神净土 主要记住 使尊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 一套经里面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生病 那么这个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断卧修善 吉功 内德 与西方世界 才相应 那么今天 我看 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在等着吃饭 不在乍 大家的时间了 这次我来听经的 我来听他们三位讲演的 我是听众 跟大家一起来休息 希望我们在 这个新年 新气象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 境界提升 把境界转过来 这个 刚才物宝师也讲过 和谐在不在 在 就在当下 所以人家问我 法师 你对这个社会 我社会好得很 那这个社会跟 极乐世界 没什么两样 我天天过得是平安 什么原因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看电影 也不看电视 所以天天天下 太平 那怎么 这就是佛学社会吗 佛学社会 听自己做起 所以我们自己会 做过日子 报纸 不要订 不要订报纸 不要看杂志 不要看电视 不要看广播 你就会 极乐世界 这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无益 每一位同学 发习充满 发言出身 谢谢大家 非常感到老和尚的开示 我们也 我们也祝老老师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老老师 请留步 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 新加坡自中学会 要赠送 礼物 礼物给老老师 及三位主讲者 我们请新加坡自中学会 懂物 李文化 君事 财政 取新挑 君事 上台来 与进攻老和尚 一起赠送 纪念题 给三位 主讲者 除了本会的礼物之外 居士 更新员 小朋友 也执着了一些感谢卡 要送给老老师 及三位主讲者 所以也请 来 李文化君事和 喜记彪君事 一起赠送 这些感谢卡 给三位 老师 然后我们先请 宗茂森博士 宗茂森博士 请不吝点赞 借着邀请蔡宁剧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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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季风老师 那刚才总部也提到说 有一位大户法 那就是独立大居士 多年来在各方面支持本会活动 使我们庆宗学会能够在西加坡蓬勃地发展 那我们现在请李居士及李居士 正送一个纪念品给我们李居士 但是由于他今天不在西加坡 我们请老法师带你这份礼物 明天是弥陀诞弹 弥陀诞弹也是宿主圣的生日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素蛋糕 为大家介绍 这个大蛋糕呢 是由东山健康西品店供养的为了 让我们感谢 东山健康西品店的公主曾兆山居士 曾兆山居士你在哪里 非常谢谢他供养这个大蛋糕 好我们一起找老法师还有贵兵 其他的贵兵们请上台来 一起组织切荡糕仪式 好 好 现在我们请歌手们 继续歌手们唱的生日歌 这是他们今天的佛体生日歌 祝我们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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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生日快乐 你不忘收不来 祝大家祝福大快乐 祝大家生日快乐 谢谢老老师 谢谢各位 好 相信节目进行到现在 大家顾止 真的是有点饿了吧 那我们的晚餐很快就要开始了 请同修们